想要趕快做啊做吧 想要抱甘子孫母啦 有啦 待會兒有期待啦 喬喬李坤怡去年11月底 順利產下射手座的兒子 終於一了李登輝抱抱 曾孫的這個心願 一路走來總能看見 喬喬伴隨在旁身影 回到2015年 李坤怡輕輕挽著丈夫趙讚凱的手 鏡頭前笑得很甜 很害羞 寶貝孫女出嫁 前總統李登輝感觸都在心頭 拜別的時候有跟阿公說什麼悄悄話嗎 有啦 跟阿公跟阿嬤 謝謝你 謝謝你 拜別儀式李登輝講到語氣哽咽 因為李坤怡可以說是李登輝一手帶打 兒子李憲文因鼻眼癌去世 從此之後李登輝就把李坤怡 帶在身邊保護之極 不讓這位前第一孫女輕易曝光 只能偶爾在家族聚會的場合 看到悄悄的身影 默默陪在阿公身旁 不敢啦 但是李彤就幫手 讓他自己煮去 建立自己家庭 你老公有讚嗎 還好啦 你給他幾分 差幾分 幾分 看著李坤怡長大當年的李登輝 為了照顧孫女兒戒煙 酒也少喝了許多 處置醫師透露儘管住院期間 曾孫女依然是李登輝的精神依靠 即便李前總統身體非常好弱 他仍然眼睛能夠以眼神看著 曾孫女的照片或活動錄影帶 非常有神的目不轉睛 跟著活動在轉動 竭離71年的牽手曾文慧 即便需要看護攀扶 步履滿山 以堅持連兩日要陪李登輝走完 最後一程 如今李登輝步入天國 默默搖望守護 將會永住在最愛的家人心中 接著台北中文報導